这一场台北的大雨应该是 乐队楼发展旺盛还不是台风雨 因为此刻这热低压还在逐渐整合当中 太平洋海面上现在真的非常热闹 离我们比较远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估计今天晚上就会生成这青台燕子台风 就让它飞走吧 我们可以暂时不用管它 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这TD22热带性低气压 估计在明天清晨 很有可能就会生成为这山陀儿台风 不过你看到它的路径相当诡异 怎么会先往南走呢 主要是因为它的导引气流相对比较弱 再加上低压中心又偏南的关系 所以它会先往南再往北 预估在下周二下周三的时候 会最靠近台湾 而且它的海温高而且风切又小 有利于它接下来发展 所以观众朋友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从最新的潜视路径图来看到 这TD22热带性低气压它的详细资料 目前距离鹅兰比的东南东方710公里的位置 您看到这个红色线黄色区域的范围 并不是它的暴风范围 而是指接下来它的中心 可能都会在这个范围当中移动 就看它北转的时候 它的角度如果偏东方一点点的话 也许对台湾的影响就变小了 但如果到时候导引气流落 海温又相对比较高 而且往台湾推一点点的话 那么接下来估计这风雨还是会比较大的 最靠近台湾的时间点 目前以路径不变来看的话 会是在下周二 下周三这个时间点 而现在一看的话 每小时是15公里 至于最大风速的话是每秒15公尺 来到18公尺的时候就会变成台风 时间点会落在明天清晨 这个三驼尔台风就有机会生成 好 接下来看到的是它的欧美模式预测 这一次有专家认为它可能会来到这中台的强度 而且气象署也说了不排除发海路景 为什么呢 您看到欧洲模式预测 接下来认为它可能非常靠近台湾 甚至中心还不排除会略过东北角 那么带来的风雨就会比较强 而您看到美国模式目前预测则是认为 它应该还是会沿着这东部外海北上 但如果是这个路径来看的话 对台湾的影响就会比较少 但是还是要留意接下来下周二 下周三的时候沿海风浪会比较大 所以就看它接下来这北转的路径 以及靠近台湾的距离 来决定到底会不会发这海路径了 好 刚刚提到这路径值得观察 如果路径不变的话 降雨趋势带您来看 气象署最新的资料显示 周六日的话可能在东半部 还有北部的地区观众朋友 外出活动要留意要有雨备方案了 因为可能还是会有震雨或是大雨 还是在礼拜一的时候上班日 受到台风或是外围环流影响 北部还有宜花可能会出现 大雨到时候感受上的风雨 就会渐渐进来了 但是还是要看这山徒儿台风 到时候的路径 以及跟台湾的距离 礼拜二 礼拜三 目前估对全台都会有蛮明显的影响 严防狂风暴雨 但是刚刚反复提到了 因为变数还是很大 请您时续锁定东森的气象团队 掌握气象资讯 再把时间还给配影 这个周末到下个星期 天气看来不太稳定 详细状况赶快把时间交给泽瑞 没错 大家最关心的 当然就是台风了 事实上昨天有个小插曲 今天的燕子跟昨天燕子不大一样 好 为什么呢 事实上昨天讲的燕子是TD22 不过就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TD21抢先插队升成了 好 这天昨天下午的时候 TD21升成也因此 如果它比TD22还要快变成台风的话 那它就会叫燕子 那这时候TD22就会叫做山陀鹅 好 不管怎么样就看这两个台风 哪个先升成那哪个就是燕子 好 那以TD22来看的话 目前预估它在礼拜天之前 因为导致气流不明显 也因此它会先往南走 不过到礼拜天的时候 它就会逐渐往北移动 那大家还记得吗 在昨天的时候 美国模式预测他们怎么预测 他们认为会直接登陆台湾 不过今天美国模式 已经跟欧洲模式越来越一致了 都认为它会从东部海面北上 但是现在还有没有一些分歧 其实还是有的 主要就是它整个从今天 一直到礼拜天的过程当中 它成台的位置以及它的强度 再来就是它北转的角度 那一旦它北转角度比较大的话 那事实上往西的成分又偏多 距离台湾就会比较接近 不过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其实根据中央相署的 最新一报来看的话 他们认为在今天下半天入夜之后 到明天有机会 这个TD22就会生成为台风了 那在礼拜天的这个时间点呢 事实上也不排除 有可能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 所以以目前这样子来看的话 无论它距离台湾多远多近 降雨跟风还是有可能会出现的 好 如果我们从一周天气 更详细来看罗 一周天气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在礼拜五 也就是今天 主要还是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因为今天它距离台湾 就有700多公里 不过礼拜六其实它逐渐远离 因为它往南走嘛 所以这个外围环流的语音性 会变得比较弱一点 不过礼拜天的时候 觉得它逐渐的北上 所以我们有看到 迎风面包括了整个东半部 北部地区降雨就会越来越明显 下周一 下周二 这一张大家参考就好 为什么说参考就好呢 因为其实这个雨到底怎么下 还是要是台风的远近 如果台风距离台湾近一点的话 事实上整个中部以北地区 都有可能出现比较距离的降雨 什么时间会是最明朗的呢 其实大家要特别注意 礼拜六礼拜天 也要随时锁定东森新闻 好 说明前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今天 明天要特别注意 北东雨都多要接待伞喔 那周末雨量增加活动要特别注意 最后就是热带系统的这个动态 大家一定要随时锁定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最新奇想 好 没错 大家最关心的 当然就是台风了 好 事实上呢 昨天有个小插曲 今天的燕子跟昨天燕子不大一样 好 为什么呢 事实上昨天讲的燕子是TD22 不过就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TD21抢先插队升成了 好 这天昨天下午的时候 T21升成也因此 如果它比TD22还要快 变成台风的话 那它就会叫燕子 那这时候呢 TD22就会叫做山陀鹅 好 不管怎么样 就看这两个台风 哪个先升成 那哪个就是燕子 好 那以TD22来看的话 目前预估它在礼拜天之前 因为导致气流不明显 也因此呢 它会先往南走 不过到礼拜天的时候 它就会逐渐往北移动 那大家还记得吗 在昨天的时候 美国模式预测 他们怎么预测 他们认为会直接登陆台湾 不过今天美国模式 已经跟欧洲模式 越来越一致了 都认为它会从东部海面北上 但是现在还有没有一些分歧 其实还是有的 主要就是它整个从今天 一直到礼拜天的过程当中 它成台的位置 以及它的强度 再来就是它北转的角度 那一旦它北转角度比较大的话 那事实上往西的成分又偏多 距离台湾就会比较接近 不过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其实根据装相署的 最新一报来看的话 他们认为呢 在今天下半天入夜之后 到明天有机会 这个TD22就会生成为台风了 那在礼拜天的这个时间点呢 事实上也不排除 有可能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 所以以目前这样子来看的话 无论它距离台湾多远多近 降雨跟风还是有可能会出现的 好 如果我们从一周天气 更详细来看咯 一周天气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在礼拜五 也就是今天 主要还是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因为今天它距离台湾 只有700多公里 不过礼拜六其实它逐渐有力 因为它往南走嘛 所以这个外围环流的语音器 会变得比较弱一点 不过礼拜天的时候 觉得它逐渐的北上 所以我们有看到 银峰面包括了整个东半部 北部地区降雨就会越来越明显 下周一 下周二 这一张大家参考就好 为什么说参考就好呢 因为其实这个雨到底怎么下 还是要是台风的远近 如果台风距离台湾近一点的话 甚至上整个中部以北地区 都有可能出现比较距离的降雨 什么时间会是最明朗的呢 其实大家要特别注意 礼拜六礼拜天 也要随时锁定东森新闻 好 出门前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今天 明天要特别注意 北东雨都多要接带伞 那周末雨量增加活动要特别注意 最后就是热带系统的这个动态 大家一定要随时锁定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最新气象